在10月8日,香港交易所宣布放弃收购伦敦交易所之后 10月10日,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首次会见传媒 他表示,港交所至今对伦交所战略合作的重大意义 人申请不疑,所有收购都是你情我愿 他从不后悔提议并购伦交所 重申港交所多元化战略策略不变 未来会考虑收购其他交易所 首先第一,从不后悔曾经出发 那么第一,第二,很遗憾 在此时,此路暂时不能前行 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们所有的战略规划未变 战略方向未变,继续全面向前推进 我们战略方向在战略规划里非常清楚 立足中国继续连接世界 然后以科技拥抱未来 这三个方面都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李小嘉强调,目前只是暂时无法往前走 但港交所准备用其他方向的路继续前行 会小步快跑发展业务 他称港交所应该更早地向轮交所提出收购 本次没有把握好时机 放弃收购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但却是最符合公司股东利益的决定 因此不得不忍痛放弃 我们实际上这件事情计划已久 那么只是说本来可能稍微晚了一点 早点行动可能就好了回过头来看 但是天下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 脱欧的问题,等待,想风险更加的减少一下 这些都非常合理的当时的预期 但是到了今天谈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伦交所在拒绝港交所的建议书上表示 比起香港,更为看好上海的金融业前景 李小佳称,港交所早就看好上海及深圳股票市场 并强调香港和上海是伙伴 未来将合作发展 港交所也将继续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助力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我们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就看好上海 就看好深圳了 我们已经在五年前就有护港通了 三年前就有深港通了 所以说大家看好上海 看好深圳是必然的 据了解,港交所9月11日宣布提议 以超过3000亿港元交易价收购轮交所 轮交所9月13日发表声明称 董事会一致拒绝港交所的收购提议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若几个年轻入 前度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若凡几个年轻入 几个年轻入